好了,今天吃隔夜麵,昨晚做了三個麵餅 我最後留了麵餅吃不到 這陣子小吃了,很快就炒熱 油應該不用那麼多,我對油的控制都是差一點 我覺得是很少 用來攪拌均勻,讓整個過程更容易 因為第二轉,會加鹽加醋,加蛋,加蒜蓉 可以用來攪拌均勻 這裡有些水 可能是洗完的東西 好,現在放雞蛋 放一點芝士 因為一個麵餅又不夠吃 所以我一會兒可能也不會再煮 不過可能會煮三文治 快速煮三文治 先輕輕一下 雞蛋和肉都準備好了 其實都要採購一下 但今天天氣很好 18度 在興奮油的時候 讓大家看看外面的天氣 好光亮 南天白雲 英國最理想的天氣 18度 無謂浪費 不過現在1點多小時左右 其實日照應該很夠 去到今晚7-8點 所以理論上我都可以去一些 不是軟油的 暴痕膜 OK 加一點蒜蓉 蒜蓉 我們就準備炒 我想一斤都夠了 因為都不是很多 外面的 暴痕膜 好 所以冷油炒這個好處 它不會彈得這麼緊 那我就倒快一些麵 下去了 開始 炒 搅拌了 隔東西有一個好處就是 入味 好處當然不是太新鮮 這些東西已經很新鮮 當有醬汁在這裡 可能要煮滾一點 接著就 什麼都可以放了 放蛋也可以 肉也可以 這次可以蒸乾一點 最後一隻蛋 炒 炒 太多水了 其實應該要隔走那些醬汁 我覺得醬汁它也有些用 這些醬汁 嘩 顏色不太好看 所以我想要 要不要大火 我覺得它是入味 保證入味 但是怎麼組好看 不斷揮發 等它的水不斷蒸 這個時間就放些肉 那些 肉很長 很大塊 很香 沙甸魚味 多一點 讓它蒸乾一點 可以乾一點 好了 今天已經蒸發了一半的水分 可以炒乾一點 好笑的 醬汁已經融入了它的麵 因為湯很少 剩下的醬汁很少 已經是 蒸多一會 這個時間呢 就 讓它慢慢 蒸乾一點 這個時候呢 最好就是 放一個材料 就是放一塊芝士 再蒸乾一點 再蒸乾一點 因為這個步驟 因為它很高溫 理論上 那塊芝士是會融的 它會飽肚一點 OK 啊 非常好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下牛油炒會更加好 不過現在就可以了 這樣就 蒸多一會兒 焗多一會兒 讓它再溶一點 讓它再溶一點就可以了 很快 你看到水分都 蒸得七八八了 其實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很濃稠的 很濃稠的 差不多了 可以吃火了 不過我要吸開 好了 半... 不知道怎麼形容 整個熱 其實是簡單來說 這段時間 就... 不要浪費時間了 慢慢 沖一杯蜂糖水 已經喝光了 所以... 要開一瓶新的 買了幾瓶回來 有些很便宜 有些很貴 這罐好像是便宜的 印象中是便宜的 一磅 一磅左右 很便宜 十元左右 一磅 當然蜂糖有貴有便宜 便宜的便宜 便宜的便宜 便宜到... 放嶺 我記得... 放嶺左右 其實喝下去分別不是很大 其實放兩三斤會更好喝 所以就慣了一斤 小甜多滋味 我自己有一段時間都比較肥 我現在是偏瘦的 有些人說 瘦也不錯 但怎樣做到偏瘦的效果呢 我現在是醬得好一點 那... 和大家去... 待會再開來看看 那... 其實那個關鍵呢 就是... 我覺得... 少吃一些雞肉 這些... 這些... 很大份的雞肉 少吃一點 這些肉呢 少吃一點 但是我... 準備要開它 因為要... 放在這裡很久了 準備要吃了 那... 去奧迪補一下 那... 應該不夠我吃的 那...我等一下呢 都要再... 可能再做一個包 好... 開一下 好 一個... 芝士 芝士... 隔夜炒麵 好... 整個相片 很少的 有一點焦的香 因為它的底部已經焦了 好... 那... 麵條有一點焦了 有一點焦了 那... 拌一拌它 都是... 麗排那種調味 不過今次呢 就是... 很重... 這個... 山文魚 的味道 那... 麵一定是碎的了 你炒 你再翻炒的話 說你都沒人相信 真的很好吃 對... 前段也是這樣 一到隔夜 它吸收了湯 接著就... 來了 賣相當然不太行 對嗎 但是... 還是... 還是... 比第一次好吃 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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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幾種味加起來 那隻三文魚呢 我覺得再入味一點點 有雞蛋啊... 有蒜蓉啊... 用牛油炒可能更加香 再香一點 因為我現在的太陽花油呢 應該沒什麼味道 嗯... 很棒 不要說隔夜不好吃的東西 隔太久可能會出問題了 但是... 真的挺好吃的 拍照這麼多 好燙太 好燙太